那么阴道镜检查呢 是我们在宫颈癌跟癌前病变的诊断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首先我们的女性通过这个宫颈癌的筛查 那么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 那么针对这些有问题的人群呢 需要进一步做阴道镜来明确诊断 到底是不是有宫颈的癌前病变 或者有早期的宫颈静润癌 因为这些病变在我们通过医生的肉眼的检查 是没有办法来区别或者来发现的一些病变 那么阴道镜呢 它是一种特殊的一种仪器 那么它可以把这个局部的组织呢 放大四到二十倍 那么医生呢 在通过一些辅助的一些试剂 像我们需要用到一些醋酸 需要用到卢格斯液 那么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些铝光片来观察血管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辅助的设备呢 我们可以仔细的来观察 女性生殖到的外阴 阴道和宫颈 然后来发现这个当中 是不是有我们通过普通的肉眼的观察 发现不了的病变 那么针对有怀疑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去活检送病理做组织血诊断 那么最终这个组织血诊断 是我们诊断疾病的一个经标准 那么做阴道镜检查 它有一定的时间的要求 女性在月经期和经前期呢 是不适合做阴道镜检查的 那么另外呢 在做阴道镜检查前的三天 也要避免阴道的局部的塞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